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唐人电视台热点互动节目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使得现在的中国人有钱了 房价和物价都在感应超美 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那么如今富起来的中国人收入状况 到底达到了什么水平呢 这个问题又是很多人没有概念的 最近全国人大通过了 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的一个法律 将个人税的起征点由2000元提高到3500元 正是这个修改所带来的变化 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中国人收入状况的真实情况 今天就让我们跟资深评论员杰森博士一起 来抽丝剥茧 为您解读中国普罗大众的原生态 你好 您好 我们知道6月30号 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关于个人所得税修改的这么一个决定 最主要是将个人的税的起征点 由原来的2000元提高到了3500元 据说这个变化使得七成的工薪组 受益不用再交税了 而且是说人数是从8400万 大幅降低到2400万 只有2400万的工薪组需要交税 你从这一连串的数字当中 如何来解读呢 我终于知道了中国人的工资的分布情况 在这之前的话 中共总是用一个平均值 工资的平均值来展现中国人的收入水平 而且呢 以平均值的增长来体现中国人的收入增长 我们知道在工资的分布 总是不是一个对称分布的 它就是说总是有很高的人很大的 中国老百姓有一个话 就是说呢 张家有钱1000万 邻居9个穷光蛋 平均取来算一算 个个都有100万 就是说呢 所以说平均值不能代表真实的这种 就是收入情况 一般国际上是采用中指 就是说呢 中间的这个加收入 就是比他高的有50% 比他低的有5% 那么这个人 他能表示整个这个人群的这个收入状况 但是中共拒绝用这个词 所以说呢 我一直都不知道中国人到底分布是怎么样 就是说中国在2008年 2008年就声称中国人的平均收入 是将近2200块钱 全国平均收入2200 但是我询问家人的时候 他们说呢 看看周围的人觉得这个数字 有点有点感觉好像有点脱离现实 当然最近这两年 每年都说工资增加 就是个人收入增加15% 增加10%的超越过GDP 当然其结果 就是老百姓感觉 没有怎么涨啊 其实关键就是因为 中共一直在用一个平均值的概念在涨 就是这个平均值的概念 没办法真实反映到这个 真实反映到这个 真实老百姓 就是说你真的就刚才那个1000万万元户 它在增加1500 变成1500万的时候 别的九个群光带还是群光带的时候 每个群光带也平均了 涨了50% 也都被涨工资了 所以说整个这个 这次我第一次看到了 什么概念呢 他说原来能工资 能到2000块钱这个起征点的 只占整个工资人数的28% 这个就让人很惊讶 而说他说到现在 如果起征点升高到3500的时候 达到这个标准的整个工资水平 中国只有7.7%的人达到 这里面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他这个工薪俗 到底是他不是全体13亿14亿老百姓的 不是的 他这个整个 他这个整个工薪组 你要是反推回去的话 你会发现他大概估计 中国那就是工薪组 有个3.1亿人 这是怎么算的 这个是就是说 你比如他说 这个现在7.7 这个7.7%的人 就是工资是在这个3500块钱以上 那么他这个人数是多少 是2400万 你倒推回去 大概就是3.1亿 那么首先的话 这个数字就是让人非常惊讶 就是跟人理解的非常不一样 就是说一方面 整个中国就说 全球奢侈品市场第二大 是啊 整个就是说到国外抢购奢侈包 让美国人惊讶 轰高美国加拿大的房地产 就是说你让人就觉得 好像中国人已经付的不得了了 但是你转过来再一看的时候 只有7.7%的人 工资达到了一个月3500块钱 折合美元 大概也就是个500 一个月500块钱 或者美元的这样的状态 就是整个来说的话 就是说你就是跟这个整个媒体上宣传的 所谓的中国人的收入 是很大的一个脱节 而且这时候你再回看中国的平 中共的说的平均值的时候 他说这平均值08年的时候 都已经200块钱了 而事实上到今年 就是拿到2000块钱的收入的人 也只占整个人数的28% 所以这个平均值是多么欺骗人 你可以看到 他事实上是只有四分之一的这个人 那就是说这次的数字 是不小心透露了出来的 对 当然他是为了表公了 他是为了说 你看我能让6000万人都不用再交税了 但是我们从一个侧面 让我们理解到了 其实中国人的收入水平 事实上是离中共宣扬的那种状态 是差的很远很远 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 就像你刚才讲的 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奢侈品的消费大国 而且中国人有不少人在国内都是有几套房子的 按照中国的房价来讲 这个百万都是很小的数字了 那可是现在确实说只有7.7%的人 能够达到3500块钱一个月的这么一个水平 那这个好像是不是真实的 我们从两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一方面的话就是说 当然他这个就是说 本身中国的个人所的税 他中间有很多很多猫腻在里头 就是不是说每个人每个单位都是如实报的 特别是有一些灰色收入的人 他呢就是可能收入很高很高 但是只让账面工资报一点点 我们知道中共的官员是工资基本不用的 工资很低存款很多的 就是说他基本上就是说 他有其他的额外的收入的 什么都是免费的 对 但是我们 当你要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官员的收入 他再低再低 他账面上也会报到2000块钱以上 而两期真正拿到2000块钱以下工资的人 他还真不是那种真正有额外收入的人 他很可能就是一般的工薪阶层 甚至是比如说农民公司 蓝领 蓝领 就是说呢 所以说呢我感觉就是说呢 第一往低走 很可能呢 这个数量是 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 往高走可能收入会很高很高 不能如实的反应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的话呢 确实是中国过去这几年的话呢 就是说呢 就是一方面中共从媒体上 尽量的宣扬他的盛世状态 所以说他只宣扬富人的生活 电视上演到就是95% 就是9% 5%的那个人的生活状态 收入5%的那个收入状态 跟老百姓脱节的很厉害 而另一方面呢 中国这么多年又建立了一个 就是说一个 没有任何的别的精神追求的时候呢 钱又变成了中国人 唯一衡量成功标准的一个方式了 所以说社会上普遍存在 就是说呢 有钱的人都到处装养 因为一个班上 这个同学里头赚了钱的人 他所有的活动都有他 那就相对上这个班上呢 那个如果没有赚钱的人 所有的活动都没有他 所以说呢 你就是在你社会上 你如果去跟人交往的时候 你会发现 在外面就是很 就是风光的人呢 其实他收入很高的 而这个相对上 收入比较低的人呢 他就是活得比较低调一些 他就说呢 因为那个社会上给他感觉 就是好像是觉得自己混得不好 就没有不好意思 去跟人谈这个事情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 就是一方面媒体上的 宣扬的给你看见都是有钱人 周围的话 你如果去跟别人接触上 你发现好像都是有钱人 这样的给人一个虚幻的感觉 好像中国人现在的很有钱 事实上呢 就是呢 你要从实际的数据来看的话 真正拿公司在收入 在2000块以下的 还是大多数 这个你要是让人 自己去切身的去问一问 他们注意一下 周围像蚂蚁一样 活的人的时候 他会知道 其实整整的很多 在二线城市 很多收入基本上都是1000多 在小线城里头 甚至还有几百块钱的收入 就是很正常的 很正常的 你要是真的是忽略了那种 一切风光的那种表面的话呢 其实这个目前来说呢 2000块钱以下的收入 实际上是中国 普罗大众的收入状况 那最近呢 也很多的媒体呢 都在报道说是 拿中国跟西方社会 像美国这样子来比较 就是说 美国人的这个工资水平 是中国人的三十几倍 平均 平均值来讲 但是呢 反而会觉得 来到美国的人 很多东西呢 美国买 反而比在中国买 便宜很多 那这样子来看 就是说中国普通的老百姓 他生活状态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是 就是中国人 有一个话 就是活得累 就是说呢 整个来说呢 中国人是拿着 这个第三世界的工资 花着就是这个消费的 这个美国的这种 第一世界的 甚至还高一些 高一些的物价 当然就是中国人 它普遍就是 中国国人现在说 有两类人 这个一个要体制内的人 一个体制外的人 现在说呢 体制外的人活得很累 就是我们知道了 就是呢 整个一般中共报工资水平 就是说平均工资 但是有个别省份 他报了一下 就是说呢 叫做非私营企业的工资 平均工资 和私营企业的平均工资 你会发现 它悬出很大 比如说2010年 就是去年 甘肃省 非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 它声称达到了 比如说2400块钱 那这就是属于 国家公务员之类的 就是公务员 事业性单位 或者说有些 国家大众企业这种 而一般 公资水平在甘肃省 只有大概平均率 1100多块钱 就是整个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呢 差一倍多 而这个本身来说呢 国营企业相对来说 就是说 就是还工作轻松一些 而私营企业加班是正常的 而且六 就是整个就是说呢 就是一般就是工作 工作六天 甚至七天都很正常 都是正常的 所以整个来说的话 因为整个中共本身 相对来说 一个庞大的这种 这种富号 就是那种 就是庞大的这种包袱 背在中国人身上 使得很多中国人 是活得很累 而整个在体制之外的人 实际上是占整个就业人数的 就是各个省份不一样了 从60%到80%不等 是大多数人群 所以说呢 某种意义上讲呢 大部分中国人 就体验的活得很累 这种累来自于 生活本身很累 社会环境很累 社会自然环境很累 同时的话 因为收入和物价 整个之间的 失去比例的这种增长速度 也使得每个人都活得很累 美国54%的家庭 是只有一个人收入的 而中国你双职工去工作 而且收入还仅仅维持一个能活着的 温饱 整个来说呢 你就可以看吧 中国现在肉价 一个月就是 猪肉也14多块钱了 一个人一个月 正一个公司买几十斤肉 就只能购买几十斤肉 整个来说呢 中国人的活的这种辛苦程度 实际上呢 是国际上很少见的 那但是不管怎么说 咱们回到这次这个个人税 这个修改 这个提升点 这个问题上来讲 好像爆出来的数字说 这次修改之后呢 使得国家呢 少收了1600亿的这个税收 那这个听起来好像真的 他这个政策 好像也是在让利于民了 你怎么来看 是一个兽 做一个兽 就是说呢 他前一段时间 就是说我们知道了 这个1600亿 说是让利于老百姓了 但事实上的话呢 他一方面 他套大量的印刷钞票 把真正的这种 这个货币的价值抽走 使得通货膨胀 事实上呢 他并没有多少让利 而这个让利的比例是多少呢 他整个财政收入的2% 而就是1600亿是什么概念 听着很大 事实上呢 我们知道2010年 北京市就一个城市的 卖地的钱 就超过这个数字 全国远远超过数字 而这就不是在 产生收入范围之内的 中共总是把这些 他觉得像鸡肋一样的 这种税收给你踢掉 然后大做宣扬 前一段时间 06年 他把这个农民 就是农业税给取消了 说哇 五两千多年 那个都没有不交工粮了 就是中国共产党多伟大多伟大 实际上怎么回事呢 整个农业税只占 中共的收入的1%都不到 而整个他要每年 要整个要打农民 欺负农民 整个折腾的一大糊涂的 才能收上来 这不到1%的税 他就是做了个顺利人情 结果他变成了 大肆宣扬的一个工具了 实际上很多时候 真正的你说 中国最不合理的 比如说增值税 他敢动不敢 他一点都不敢动 那是不是老百姓 真的就 这个像这个工薪税 不用交了 农业税不用交 他真的就是说 没有那么多的税 可以交了 他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这还真不是 就是整个中国人 买的每一件商品中间 50%到70%的钱 最终是归了政府 他是以各种各样税的形式 走出来了 这个比例是世界 几乎是极高的 他比美是美国的4.3倍 是日本的3.8倍 是欧洲的2.4倍 就是整个来说的话 他的这个税收 就是说呢 本身 当然了 就算有人说了 就是说呢 你收上去 你干点实事还行 但是实际上 中共说是真的是收走了 反而是让这些贪官污吏们 他们拿去收益了 拿去收益了 就整个来外信的话 实际上是纯纯的去 就是交了税 他知道中共 他的税收制度 结构是这样子的 不像美国这边 我明明知道 我个人所得税 交上去了 是多少 然后呢 我平时的话 完全有一个监控的一个提示 我又从这个税收中 我得到了什么 它是让一个财富再分配的工程 中共在个人手段上 非常非常宽 宽的结果是 那种有灰色收入的人 真正就是富有的一些 就是牟利的人 他得到了 利益阶层 他最终没有被收上税 而事实上 他在购买商品的时候 在商品中 又累加了很多 这个税你看不到 你以为是商人兼商 给你起高价搞的 事实上其结果 事实上是60%到70%的钱 是政府拿走 所以呢 希望我们能看我们节目的 这个观众朋友们 对中国人的真实的生活状况 有一个了解 好 非常感谢您的分析 我们的节目时间到了 观众朋友们 感谢收看今天的热点互动节目 我们下次时间再见